汉中之战前,刘备为何要杀这位预言家,难道只因他算出了刘备死期?自赤壁之战后,曹操就一下子失去了之前的雄心万丈,变得有些不思进取了起来。比如客汉中张鲁时,刘叶曾建议曹操趁热打铁,立刻发起对刘备的西川之战。理由是,刘备刚从刘章手中抢过西川,内部非常不稳定。可惜曹操却拒绝了。 对曹操这种罕见的短视,连刘备身边的法政,都感觉不可思议,因此判断出了曹操的内部,必是发生了大问题。不然曹操才不会舍弃这个千载难逢的,消灭刘备的好时机呢。 对此,刘备也心知肚明,所以经过两三年在西川的经营后,便在诸葛亮和法政的建议下,把目光盯住了汉中。由此,曹操和刘备的汉中大战,眼看就要一触即发了。只不过这回事,刘备抢了个先手。 但刘备深知跟曹操对决意味着什么,虽有法政筹谋,诸葛亮负责后勤,手握张飞、马超、黄忠、赵云等猛将,却还是有点不踏实。 于是刘备便找来了两位西川的奇人,都是西川著名的预言家。第一位叫周群,当年刘张就经常询问他一些事,在西川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。 刘备找来周群,说出自己想攻取汉中后,周群道,若现在攻取汉中的话,占据汉中这块地盘是没啥问题的。 真正的问题是,恐怕没法得到汉中的百姓。所以还是要慎重为好,不是太有利。 刘备听闻后有些不高兴了,须知打仗打的就是要得到资源,包括土地和人口,缺一不可。 如今攻取汉中,却只能得到土地,没法得到汉中百姓,这叫什么仗?堪称得不偿失。 因为既不能以战养战,也不能增加战争潜力,人口基数。 所以周群的这个预言,就是变相告知刘备,汉中之战不能打,得不偿失。 那么周群说对了吗?还真说对了。曹操兵败汉中撤军时,就掳走了汉中的百姓。 刘备果真是只得其地,未得其民。 但刘备还是不甘心,就又找来另一位奇人,此人名叫张玉。 说实话,张玉虽名声没有周群大,却比周群更有本事,且比周群更有个性。 当年刘备进川时,刘章曾带着他一同款待过刘备,听闻张玉的天才后,刘备一瞅张玉的模样,差点乐了。 因为张玉的脸上都账满了胡须,刘备就条砍了一句张玉。 哪料张玉立刻反唇相击,嘲笑刘备胡须稀疏,前台词就是跟个女人似的。 好在刘备根本不记仇,占据西川后,升任张玉为后部司马。 如今,听闻刘备想夺汉中后,张玉立刻反对道,千万不能去夺汉中,这不是什么有利的好事。 可至于为啥不利?张玉却又没说清楚,只含糊地说于君不利。 西川两位奇人,都否定了刘备夺汉中,可想而知刘备心情多糟糕。 哪料恰在这时,有人向刘备禀报,那个奇人张玉,胡说什么,岁在庚子,天下当一代,刘氏作敬乙。 主公得一周,九年之后,尹卯之间当师之。 顿时,刘备急眼了,因为这句话透露出了两条信息。 第一条,岁在庚子,天下当一代,刘氏作敬乙。 即,在庚子年,汉朝就寿终正寝,刘家天下必义主。 果然,这条预言后来应验了,公元220年庚子年,曹丕篡汉称帝。 第二条,主公得一周,九年之后,尹卯之间当师之。 主公,就是刘备。 意思是说,刘备得到西川九年后,便会失去西川。 所以,刘备能不及眼才怪。 莫非你张玉所说的于君不利,就是指我刘备夺汉中之战会败给曹操,然后被曹操奏出西川吗? 此刻的刘备已经下定决心,发动汉中之战了。 自然这样的消息,就相当于扰乱军心了。 故而,刘备二话不说杀了张玉。 虽有诸葛亮来求情,但也没能阻止。 从刘备杀张玉这事来看,显然并不止是张玉算出了他的死期。 须知刘备这一辈子,死里逃生是家常便饭,他才不信这些呢? 刘备只不过是,想从周群和张玉这里,拿走天命罢了。 即,希望周群和张玉说出极力话,刘备大肆渲染,用于鼓舞士气。 可哪料这两人却一个比一个实在? 如今的问题是,张玉所预言的这第二条应验了吗? 果真应验了。 就在刘备击败曹操夺得汉中后,不到一年,关羽便趁势对发动了相反之战,并水淹七军,威震滑下。 可随后便遭东吴偷袭,衣溃千里,兵败被杀。 而关羽的死,又导致了刘备,对东吴发动一陵之战,被陆逊击败,致使蜀汉元气大伤,刘备因此命丧白帝城。 果然是刘备,夺得西川后的第九年,刘备失去了西川。 原来张玉那句主公得益周,九年之后,尹某之间当失之,不是说刘备会兵败给曹操,而是预言若刘备执意攻取汉中,便死其将至。 此事,出自三国志的记载,虽笔者对这类过于稀奇古怪的事,持有姑且一听的态度,但有时也不得不叹息一声,自古中华多其事。 如,周群和张玉这类其人,谁又能完全否认他们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